大家好我是队长 洛基2第5集播出后 不少粉丝都来私信问我 到底什么是故事之神洛基 我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他的故事 因此本期视频我就主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故事之神洛基的故事 和MCU的设定有些类似 漫画中最原始的老洛基 其实在大事宴围城中就已经被虚无哨兵杀死 之后洛基以小孩的姿态重生 小孩洛基虽然也喜欢恶作剧 但却心灵善良 深受阿斯加德众神的喜爱 然而在老洛基临死前 让死亡女神海拉把自己的名字从明天的生死部中删掉 这使得老洛基的一丝灵魂得以幸存 并悄悄潜伏在小孩洛基的身边 起初老洛基和小洛基相安无事 前者还时常充当后者的军师 为其出谋划策 但实际上老洛基暗地里却包藏祸心 他接近小洛基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夺取他的身体 好让自己彻底复活 最终在老洛基的谋划下 小孩洛基为了拯救宇宙 不得不牺牲自己 这时他已经知道了老洛基的阴谋 但他还是自愿让老洛基消灭了自己的灵魂 因为小孩洛基深爱这个宇宙 以及他的家人们 在最后 小洛基询问老洛基 你为什么非要夺取我的身体呢 其实经过长期的相处 老洛基对于小孩洛基已经产生了感情 他愧疚地回答 因为我想要改变 我想以全新的方式生活 小孩洛基却访问道 你为了改变 却依旧一成不变的使用轨迹 而我虽然死亡 但却真正做出了改变 因此我赢了 而你输了 说完 小孩洛基便尖了老洛基的灵魂 同时自己的灵魂也随之消散 过了一会儿 融合了老洛基灵魂 和小孩洛基身体的新生洛基睁开了眼 强装坚定的双眼 流下了惭愧的泪水 他缓缓说道 该死了我 该死了你们 而这位新生洛基 真是我们这次故事的主角 就像之前我们所说的 恶观满意的原始老洛基 是第一代洛基 心地善良 自愿牺牲的小孩洛基 是第二代洛基 而如今这位则是第三代洛基 外表是青年 他既保留了老洛基的记忆 但却也受得了小孩洛基 善良心灵的影响 他为自己曾经做过的恶行 感到羞愧 因此 他和阿斯加德的众神之母 达成了一个协议 自愿成为阿斯加德的特工 只要洛基为阿斯加德 每完成一项任务 众神之母就会用魔法 清除洛基过去的一件恶行 转而用新的故事作为代替 这样只要洛基数完自己的罪孽 他就能以全新的面目 重回阿斯加德 起初一切都很顺利 洛基帮助阿斯加德 唤醒了被黑魔法蒙蔽的雷神 找回了失踪的女神 抓到了被通缉的逃犯 一度受到众神的肯定 并且在过程中 洛基还劫持了一位名叫 维瑞蒂威尼斯的女孩 维瑞蒂拥有看穿一切谎言的能力 和她在一起 洛基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 因此两人成为了朋友 尽管洛基的赎罪孙女看似美好 但洛基还是发现了其中的古怪 这源自 洛基在雷神的体内 发现了一团古怪的黑魔法 而且等他把黑魔法交给众神之母后 众神之母却立刻将他打发走 似乎有什么秘密瞒着他 而事实也确实和他想的一样 这团能量其实并不是什么黑魔法 而是从未来穿越而来的未来洛基 众神之母通过预言未来 得知了老洛基的行踪 并且预言还显示 未来洛基的现身 预示了未来阿斯加德的繁荣 于是他们才让洛基将未来洛基抓来 进行询问 对于众神之母的审问 未来洛基回答说 他来自于宇宙的周末 未来雷神成为了万神之王 在他统治下 实际也深深向荣万无和谐 而他虽然一直是反派 但对于雷神而言 却只是一个不痛不痒的敌人 也完全无法威胁这繁荣的盛事 他这次也是在和雷神的战斗中落败 背后逃亡穿越到了现在 为了知晓更多 众神之母将未来洛基关了起来 然而现在的洛基却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他某天潜入大牢 得知了未来洛基的存在 由此他感到自己被众神之母利用 一怒之下辞去了阿斯加德特工的职务 然而洛基并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其实都是未来洛基的计划 在这次见面时 未来洛基悄悄给洛基设下了一个诅咒 使得他不能撒谎 因此在和雷神见面时 洛基将自己谋杀了原本小孩洛基的灵魂仪式 告知了对方 这使得雷神勃然大怒 他当即让洛基痛扁了一顿 还将其带着阿斯加德 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 一时间 洛基遭到所有人的唾弃 并被逐出了阿斯加德 回到家后 洛基也想对好友维瑞蒂解释 然而这时 未来洛基出现 告知维瑞蒂 洛基曾杀死年幼自己的灵魂 以及在未来还会变成一个邪恶的老洛基 得知这些后 维瑞蒂对于洛基感到十分的失望 随即便离开了 此时的洛基已经重叛亲离 而也就在这时 未来洛基将洛基束缚在他椅子上 他送一下洛基 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原来 他就是来自于 未来的第三代洛基 他告诉年轻的自己 在未来 他完成了赎罪之旅 众生之母 清除了他所有的罪孽 原本他以为 他可以以清白之身 重新融入阿斯加德 可他逐渐发现 即便大家已经淡忘了 他所犯的罪行 但依旧会记得 他是恶作剧之神 是诡计之神 是谎言之神 大家依旧不会对他敞开心扉 哪怕下一秒 那我可能就会相信了 就算为了洛基感到深深的无助 他不明白 自己的赎罪到底有什么意义 他原以为自己已经彻底的改变 但在其他人看来 自己永远都是洛基 那个只会耍阴谋诡计的骗子 想到这 洛基愤怒了 他把他刷短剑 刺破了雷神的胸膛 同时也刺破了他 努力为戏的善良 就此 洛基再度变回了邪恶的诡计之神 企图毁灭整个世界 而他这次穿越了真正目的 其实是想让过去的自己 灵魂之火焚烧洛基 将洛基的灵魂带到了灵魂之地 在这里 洛基见到了初代老洛基 和二代小洛基的灵魂幻影 老洛基怂恿洛基 让他接受自己作为反派的宿命 拥抱罪恶的改变 而小洛基则告诉洛基 让他像自己一样 牺牲自己 彻底终结变成反派的未来 面对两个洛基的蛊惑 洛基问道 现在轮到我选择了 所以以死之人残留地回生 我必须做出选择 然后迎接死亡 对吗 老洛基回答 没错 你永远都是谎言之神 即便你想要改变 这件事也经营是更荒唐的谎言 与其徒劳挣扎 不如拥抱 早已定好的命运 对此洛基没有回答 他也没有做出选择 而是接了一通电话 对没错 就在这种关键的时刻 洛基的电话响了 而打电话来的 真是洛基唯一的好友 维瑞蒂 维瑞蒂告诉洛基 虽然他曾经洛基说了一些重话 但他还是想和洛基聊一聊 我无法改变自己 我是谎言之神 永远都是 你不应该和我聊聊 而是应该远离我 然而还没有等洛基说完 瑞蒂的确已经怒骂出声 闭嘴洛基 你是在放屁 你现在都已经无法说谎了 你本就已经不是那什么狗屁的谎言之神 我不管那个邪恶的你 对你说了什么 对你做了什么 你都不能放弃做你自己 这时 洛基也想起了 曾经奥丁对自己说过的话 谎言并非罪恶 这是只属于洛基的力量 当时的洛基无法领悟这句话的含义 他只认为是 洛基在随意的敷衍自己 然而现在他明白了 一道能量从洛基的手中倾泻而出 冲散了老洛基和小洛基的幻象 这时 一个全新的头冠出现在他的眼前 洛基继续对韦瑞蒂说道 谎言究竟是什么 谎言是一个故事 仅此而已 我们能够改写我们自己的故事 为自己写一个美好的结局 为自己重新定义 无需按照别人的说法行事 哪怕那个人是我们自己 我的话就是这么多了 那么维瑞蒂这是永别 还是回头再见 维瑞蒂这时还没有弄明白 刚才洛基到底说了什么 但他面对洛基的提问 还是下一次的回答 当然是回头再见 拜托了 而洛基也回答说 我尽力吧 我们还会再见的 维瑞蒂 或许再见时 也不是现在的这个我 说完他便挂断了电话 接着 洛基就带上了拉丁 象征自己的头冠 一瞬间 洛基肉体的火焰燃烧得更为剧烈 一旁的老洛基 见状不妙 刚想阻止 可下一秒 维瑞蒂的房门被突然敲响 一个陌生的身影称自己是他的好友 维瑞蒂疑惑的开门一看 来人居然是消失已久的洛基 而且此时的洛基已经变成了成年人的外表 和之前也有了些许的不同 洛基告诉维瑞蒂 这是他用自己的力量重塑了身体 过去的八个月 他的灵魂一直在虚空中冥想垂念 如今的他既是洛基 也不仅仅是洛基 他同时还是故事之神 说完 洛基摇身一变 变成了女性 并且还将维瑞蒂的灵魂从身体取了出来 存放在自己手腕上的魔法室内 维瑞蒂刚强发火 洛基却向他解释说 这个宇宙和另外一个宇宙即将发生对撞 宇宙万物很快就要终结 他把维瑞蒂的灵魂取出 是为了帮助他逃过这场末日 接着 洛基尼克来到了阿斯加德 此时的维瑞蒂正率领了地狱大军 和众神展开了新一轮的诸神黄昏 洛基到场后 当着众神的面赶跑了未来洛基 并利用自己的力量 将这场诸神黄昏作为一个故事保留了下来 这样众神就能够和他一起前往新的宇宙 而此时的洛基隐跳出来整个多元宇宙外 来到了更上层的虚无空间 在这里 洛基见到隐藏在阴影中的众神 他们是神明们的神 一直存在于阴影中俯瞰神明 他们要求洛基作为新世界的神 向他们俯首生成 然而此时的洛基对于他们的言语却并不尼采 而是自顾自的说道 在很久很久以前 那是3000年前的北欧 还处在青铜时代 日子过得艰难 门外风暴肆虐 大雨倾盆落下 想象一下 也不知道风暴大雨来自何处 这是多么可怕的光景 当一道惊雷划过天空 屋内满是瑟瑟发抖的人群 村长询问祭祀 这可怕的响声是什么 祭祀思考片刻回答道 那是雷霆之声 用神锤敲击冰霜巨人头骨的响声 他们飞捡的血液化为这场暴雨 村长继续问道 但这么大的一把锤子是如何锻造而来的 祭祀摆出了高深莫测的神情 对村长说 您还想知道更多是吗 那快让大伙都围过来 来聆听这魔力的叙事 渐渐的 屋内的人群全部围了过来 原本可怕的氛围也逐渐被祭祀 充满魔力的故事冲淡 这就是谎言 洛基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是为了去散恐惧 在篝火边讲述的谎言 这构筑世界的神王 雷霆之神和他的骗子兄弟 女武神和他的守门人兄长 三勇士和那些怪异的传说 这些神明都来自何处 以可曾知晓 面对洛基的提问 阴影众神沉默了 洛基基举说道 神的力量源自于故事 这些故事如此的美好 如此的有力 如此让人神望 于是人们便相信了 有美好化作魔法 有魔法变成现实 而这些故事 穿过时间穿过空间 在岁月之河回向 直到穿越苍穹 万事万物回归本源 在混杂新的传说 新的故事 最终缔造新的篇章 整个世界都源自一句荒谬的言语 而这正是 谎言的本质 故事的本质 也是因此 参观了故事本质的洛基 从谎言之神 正是升格成为了故事之神 面对阴影众神的威压 洛基威胁他们 要从本质去探寻他们的起源 而这句话直接吓跑了阴影众神 而当一切阴影消散后 一直隐藏在暗处的未来洛基 也终于显出了身影 这时洛基也揭开了 未来洛基的真面目 原来他并不是什么邪恶的洛基 仅仅是发现了自己的努力 没有结果后 自暴自弃了洛基 面对侮辱歧途的另一个自己 洛基拥抱了他 并肯定了他的努力 他的付出 这时 未来洛基才意识到 自己原来想要的 仅仅是别人的认可 最终 两个洛基和解 洛基也让未来洛基 保存在自己的法杖内 等待着 将他送到原本的未来 等做完这一切 维瑞蒂询问洛基 现在你把事情都做完了 但是 整个宇宙都已经毁灭了 我们又能去哪里呢 洛基回答说 我说过了 故事是不灭的 除了我们这里的故事 其他人的故事 也会继续流传下去 而我们现在要说的 只有一件事 说完 洛基从怀里 掏出来一只马克笔 在虚空中 画了一扇门 实际上 洛基画了这扇门 能让他直接跳过 秘密战争2015的整个故事 直接来到新宇宙 单身之后 在这里 洛基也将展开他全新的故事 洛基转头 看向韦瑞蒂 同时也是看向观众问道 我要先去度个假 你要一起吗 到此 故事之神的故事 也又结束了 我们可以发现 电视剧 其实参考了漫画的许多地方 比如洛基对自我的探索 对谎言和故事本质的挖掘 都在实验终结时 觉醒了能力 以及洛基都能自由穿越 修改故事实验线等等 不过MCU和漫画 肯定还是有许多内容是不同的 这支视频 也仅希望大家通过漫画 能够更好地理解 所谓的故事之神 到底是什么 那以上就是 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大家如果觉得还行 还请一键三连 我是队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